第七十五课 光明已经来临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当你用这种方式表达 光明已经来临 我已经宽恕了世界 这样说的时候 你便会在自己的内心拨下真理的种子 并撤销批判 你会摆脱过去 自己抱持的由小我所主导的信念 小我认为批判 挑剔 争论 或是为自己想要之物挺身抗争 会让情况变好 然而 宽恕这个世界 不表示你会变得脆弱 相反的 宽恕代表你与真理一致 你不再浪费精力 投入无意义的征战 而是处在平静与平安之中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很容易就能获得指引 你不会陷入变化莫测的情绪骚动 而会处在平静与平安中 因此 当一个念头浮现在你心中 这是你心中充满平安时会发生的事 你会说 多么启发人心的想法 我会注意它 而它并非出自于我 当你的内心波涛汹涌 为深陷战场中而烦恼时 就很难听到来自更高世界的观念和想法 并以它作为引导与认知 聆听指引 正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 我们寻求心灵的澄清 如此便能听到清楚的指引 当你听到清楚的指引 事情会看似一较缓慢的速度进行 你不会始终四处奔忙 试图满足表面的需求 你会总能反映出智慧的决定 很明智地做选择 诱惑来临时 你会说 我不感兴趣 谢谢 我经历过那件事了 我确实很满意 自己目前走的道路 所以 请你走自己的路吧 你可以带着喜悦之情说这些话 不需要攻击任何人 你知道 攻击和批判不是你的任务 攻击和批判会导致你一直受到囚禁 当光明来临时 哦 亲爱的朋友 你所拥有的日子将是多么美好 充满灵感及活力 这不是一条消极而软弱的道路 有些人觉得 臣服于爱与光明 以及上主的旨意是 你会变成一种很脆弱或软弱的人 但事实正好相反 你会获得启发 会变得健康且精力充沛 也会连接上你力量的真正源头 你的身体会变得茁壮 因为它现在被用来追求美善 追求爱 所以它会在爱的振动频率中茁壮 身体不会再恐惧 愤怒和批判的振动频率中茁壮 事实上 它会死于这种振动频率 永生变成一件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当你领悟到光明确实来临时 就不需经历死亡的过程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 明天再继续